中新网7月19日电,据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消息,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获德洛称,美中未能达成解决贸易分歧的协议责任在中国,对此,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华春莹指出,美方高举盗棒,胁迫讹诈,蓝红无理,反复无常,出尔白尔,念而无信,是导致事态发展升级的直接和根本原因。 美方某些人不应在沉迷于做17世纪的唐吉赫德,资料图,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中新社发流政社,外交部今日举行立新记者会,有记者问,又报道称,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获德洛称,美中未能达成解决贸易分歧的协议,责任在中国,现在求在中国一边,只要中方拿出令人满意的方案, 美方可以停止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对此表示,中国商务部7月12日,已经完整还原了,中美就经贸问题,进行接触磋商的全过程。 中方一直在以最大诚意和耐心推动双方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未避免贸易摩擦升级技术最大努力。 全世界关注中美英文关系的人也都通过媒体全程跟踪了事态发展的整个过程。 本来,美方出而反而,言而无信已是世界公认。 但是当时全世界人民的灭,美方有关官员,居然如此颠倒黑板,倒打一耙,还是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令人感到震惊。 华春莹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美方行为只能再次严重损害自身信誉,也完全无异于解决问题。 华春莹指出,中方在中美经贸摩擦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和明确的,从一开始,我们就表明了不想打,也不怕打的坚定立场。 美方高举倒棒,胁迫讹诈,蛮横无理,反复无常,出而反而,言而无信,是导致事态发展升级的直接和根本原因。 美方应该清醒证实到,这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21世纪,这次他面对的是中国,美方某些人不应在沉迷于做17世纪的唐吉赫德。 华春莹再次强调,中方在中美经贸摩擦问题上的立场始终如一,态度坚定明确,我们有信心,有底气,有条件,也有足够的能力,维护自身正当和法利益。 同时借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规则和多边贸易体系。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放闻TT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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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